你知道最小的手枪是哪一把吗 在游戏 战第一中有这么一把手枪 它小到不足巴掌大 在射击时只能用两根手指捏着发射 它就是蜂鸟手枪 那么这么小的手枪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 它设计出来的意义又是什么 蜂鸟手枪在现实中确实存在 它是由奥地利一个名叫 弗朗茨 普凡拉的钟表将设计的微型手枪 1914年开始上市销售 当时许多达官显贵处于自卫的考虑 对于微型手枪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一些女士也希望有一种 可以放在化妆包里的锈针手枪 于是当时大量的锈针手枪出现 蜂鸟也在其中 但很明显蜂鸟对于锈针的追求有些极端了 这把枪在研发的时候有过两种型号 第一种是M1 该型号长度70毫米 高46毫米 在空枪状态下仅有68克重 而另一款也仅仅是将长度增加了一些 重量也增加到了72克 将一把蜂鸟放在手中 它甚至没有手掌大 但就是在这个小小的手枪中 朗斯 普凡拉展现出了 它作为一名中表将的高超技术 在这近70克左右的铁料中 包含了枪管 枪击 机下 握把 以及保险等一款手枪 应具备的几乎所有部件 虽然这只手枪这么小 但是它是一支自由枪击原理的半自动手枪 具有一切自由枪击手枪的基本原理和特征 有激发机构 枪击 弹侠 手动保险 这把枪的枪管是用一块矩形钢材切削而成 枪管组件有两个上下排列的通孔 从枪口看成八字形 上方的孔容纳附近黄岛杆 下方的孔围枪管 由于体积太小 蜂鸟的枪管围滑堂 没有堂线 枪管组件通过后 下部一个凸起和一个罗定与枪笔把连接 而且因为体型太小 所以这把枪没有设计准形 仅仅是在枪身后边开了一个V型凹槽当罩门使用 这把枪的机匣和握把是一体的 使用薄钢板进行冲压 表面还经过了防锈处理 在握把的两边有亮片黑色塑料 基本结构和现代手枪一致 该枪使用弹霞弓弹 弹霞就插在握把中 在这个体积下 弹容量达到了惊人的六发 而且这把枪甚至还有保险 它的保险就在枪身的后方 是一个可以旋转的杠杆 露出四尔维射击状态 露出副尾维射状态 当保险关闭时 保险轴会挡住足铁 此时扳机扣不动 不能激发 蜂鸟 手枪的定位是达官贵人手提包内的自卫武器 所以设计上极尽精巧 犹如一个微缩版的玩具手枪 但是它又的确能发射实弹 这把枪的子弹也是特殊设计的 它是一种体型 很小的2.7x9mm手枪 子弹长度11毫米 一个子弹重5克 因为子弹太小 没办法使用冲压拉伸这种传统制作子弹的方式 而是直接用一根黄铜圆棒车笑出来的 弹头是用白铜压制出来的 重量只有0.2克 枪小 子弹也小 枪口动能仅有4胶 只能在很近的距离打穿4毫米松木板 甚至连一件厚一点的衣服都打不满 按照多国标准 枪口动能需要超过78胶才有致命性 所以想要用蜂鸟杀人着实有些困难 这种手枪持有非常有限的威慑作用 也许是因为2.7x9mm手枪弹伤害着实太小 再加上现有的蜂鸟内部还是有些复杂了 所以在一战以后 弗朗茨 普凡拉又设计了一种3毫米口径的蜂鸟手枪 改用威力略大一些的3x8mm手枪弹 其结构和2.7x9mm手枪弹基本一致 仅尺寸方面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这种3毫米口径的放大版蜂鸟手枪 和3x8mm手枪弹威力还是太小 缺乏实用价值 但是这玩意的收藏价值极高 标新利益的手枪加上稀少的产量 蜂鸟手枪一枪难求 据传一只蜂鸟售价价现在高达4万美金 在欧洲一发子弹就值75欧元 近600人民币 真是天价了